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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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所有全会列出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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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国际 是圣洁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是否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教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权和喜悦的旨意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四节 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 首先有一个报告 根据教会规定 从9月13日星期天当天开始 每个礼拜天12点半的礼拜恢复正常 根据规定 请每位弟兄姊妹在礼拜的时候 务必戴好口罩 届时礼拜的形式和以往有些许不同 具体安排会在下周通知大家 请大家互相转告 感谢上帝在疫情期间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保守 也求我们的天父继续带领 让我们不要离弃企图的爱心和信心 阿们 想必很多人在这半年期间 收入很不尽人意 甚至失去了工作 生活的质量也大胆折扣 许多以前想去做的事情 有些的是被推迟了 有些甚至放弃 这些事情都受了疫情的影响 根据一些调查 很多基督徒的信仰也因着收入减少 和生活的差强人意 或者品质的下降 变得冷淡 没有以前那么热心 这也是很多教会所担心 和可能将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但这些问题也只是表象 最主要的是每一个人自身 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是否因为这些而受到了影响 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因为疫情 有的收入减少 有的甚至失业 有些做生意的也破产了 生活的质量大大下降 那这些是否成了我们和上帝之间 关系的隔阂 同时 这些事情反而也成为了衡量上帝 在我们心中的一把标尺 你是否因为物质的受损 导致了信仰也跟着受损 那我们的心到底在哪 这才是每个基督徒应该反思的一个问题 今天在福音中记载了耶稣 所遇到的两个人 一个是财主 另一个是穷寡妇 他们都上圣殿去奉献 圣经里没有记载财主奉献了多少 耶稣告诉我们 财主和众人都是拿出自己有余的奉献 而那穷寡妇却投上了自己养生的一切 马可福音中也记载了相同的事情 耶稣说 这穷寡妇奉献的比众人都多 耶稣通过这一件事情告诉门徒什么呢 如今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就关于奉献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其意义 首先我们得知道一个原则 圣经的目的是使人与上帝重归于何 见证上帝的救恩 且通过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使人远离罪恶回到上帝的身边 所以里面记录的历史和教训 总是与上帝的救赎和计划有关 而不仅仅是教导人从善 很多人希望从圣经里得到一些道德的教训 好像圣经是一本教人做人的书 这愿望是好的 但出发点则是不全面的 所以在这里 耶稣的教导是要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单单的告诉我们 要按照自己的收入比例奉献 或者按照自己的能力多少来做好事 在教会中 我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姊妹 自己是开公司做生意 在教会需要的时候 也会往往挺挥挺身而出 帮助教会解决了很多困难 很多时候他们也做见证告诉大家 是圣灵的感动使他们去奉献 而这些奉献可能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 但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教会的难处 我相信这些弟兄姊妹也都是我们上帝所祝福的 是主内蒙恩的人 如果说他们只是拿出自己有余的奉献 却没有按照自己的收入比例奉献 就不是真正爱主 这种说法是说不过去的 在这里 耶稣不是要告诉我们要奉献多少 而是告诉我们应该奉献什么 耶稣的重点是 这寡妇自己不足 却把养生的一切都献上 寡妇给上帝的是他的全部 他把自己拥有的所有都给了上帝 也就是说他把自己也万万全全的交托给了上帝 耶稣要求也是这样 他要求每一个基督徒完全的将自己摆上 献给上帝 在这里 钱只是一个看得见的 可以量化的参照物而已 耶稣通过一个看得见的事物来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完全的将自己摆上 虽然人是软弱的是不足的 但当我们将自己摆上 乐意献给上帝时 上帝一定喜悦我们的奉献 所谓奉献 就是把自己看为最好的东西献给上帝 这里最好的东西可以是看得见的金钱或其他事物 同样也可以是看不见的事物 我们应该反思 当我们把看得见的东西献给上帝的时候 是否也愿意把看不见的宝贝也同样献给上帝 我们是否愿意把时间献给上帝 花时间与上帝交谈向上帝祷告呢 当你愉快的时候 收到别人赞美的时候 你是否愿意将这赞美奉献 将荣耀归给神呢 当上帝给你天赋 给你某些才能的时候 你是否想到把这些天赋 运用到天国的事沟当中 将才能献给上帝呢 等等这些都是无形的东西 却使我们看为好 并且可以付钱给上帝的保护 虽然说这些事物无法影响上帝本身 但是我们是否愿意拿出来给我们的天赋呢 当孩子愿意把糖果交给 交一颗给父母的时候 难道父母看重的是糖果本身吗 岂不是看重的孩子对父母的爱 而孩子可以给父母糖果 也是因为父母先把糖果给了孩子 而我们之所以可以奉献 也是因为上帝先给了我们他的缘故 上帝所看重的 是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 分享了上帝给我们的爱 以及反映了上帝爱的形象 而之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是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先爱了我们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上帝将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 毫无保留的给了世人 为了赦免人的罪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也因着耶稣十字架的功劳 我们可以不被定罪 反得上帝给我们的永生 与此同时 当我们相信耶稣 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爱时 也意味着我们将自己的身心灵 也一并奉献给了上帝 将其完全交给上帝掌管 从此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 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这样我们就是一个得救且有永生的人 在另一方面 完全的奉献也意味着 将自己所拥有的事物舍去 为了爱上帝的缘故 舍去我们喜爱的一些东西 很多时候人所喜爱的 并不是上帝所喜爱的 人所喜爱的 往往是已有人犯罪的事物 那我们是否愿意将这些事情舍去呢 当我们舍弃心中的私欲摆上自己 归向耶稣基督后 上帝祈福是将更好的圣灵 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吗 而这则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在今天的福音中 耶稣通过寡夫的奉献告诉了我们 上帝所看中的是人毫无保留的奉献 将自己作为活祭献上 求上帝帮助我们 也帮助我们明白奉献真正的含义 求上帝祝福自己的话语 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起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 我们一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命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救我们脱以胸额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势力 直到永远 阿们 我还不想要 敌人 哼 一 二 二 二 一 一 二 二 二